哈囉,大家好,我是阿神 最近,在網路上出現了一些很有趣的Pokemon的小傳聞 今天,我挑了兩個 我想來測試看看 這個留言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第一個呢,是說 當你如果把你的寶貝球丟出去的話 你能夠用你的手指把它給撿過來 這樣子,你就不會消耗你的Pokeball了 這個留言是在說 我之前已經浪費了幾百顆,甚至幾千顆Pokeball 而我玩到了二十幾等 還不知道遊戲中有這種設定 我們換了一個角度,讓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 我把神奇寶貝球減懷的樣子 現在面對我們的呢,是一隻104CP的綠毛蟲 而我身上呢,有十二顆Pokeball 所以呢,在一般的狀況下 要是你把你的Pokeball丟出去 然後沒有抓到它的話 照理來說,它就會變成十一顆 廢話,這是理所當然的 可是呢,網路謠言是這麼說的 如果你把你的Pokeball丟出去 沒有抓到Pokemon 你可以借用你的手指 把你的Pokeball給點回來 這樣子,你就不會消耗你的神奇寶貝球 這個網路謠言,是真的 還是假的 我們實際來測試一次 所以我把我的Pokeball丟出去 可以看到,我把它撿回來了 它有一個回來的樣子 可是呢,可是呢 它上面,還是只有顯示十顆 也就代表它要消失一顆 我們再多測試幾次 反覆測試,測試到 我的神奇寶貝球沒有位置 經過我們的反覆測試 還有寶貝球的偉大的犧牲 我們可以得知 第二個留言是說 當你如果使用幸運蛋 想要用波波馬拉松 也就是短時間內進化很多很多Pokemon的話 你可以藉由關掉遊戲再重新開啟遊戲 跳過進化的動畫 所以呢,你在短時間內 能夠獲得的經驗值也會更多 好像有這麼一回事 可是遊戲重開的話不是要很久嗎? 如果一些比較爛的手機的話 可能要三十秒到一分鐘左右 我不知道如果用好的手機的話 搞不好可以 我們來測試看看吧 我準備的手機呢 是一隻iPhone 5SE 然後右邊這是我們的馬表 我們可以計算一下 是不是跳過動畫 重新開遊戲的這種方式會比較快 那我們測試的方法是這樣子的 我們呢,先用我們的波波 沒有錯,就是波波馬拉松 準備了七隻波波 那我們的實驗方法是這樣子的 讓我們的波波進化 這邊有一個進化的選項 當它進化的時候呢 完全進化完之後 我們要再點到下一隻波波 然後出現這個畫面 這就代表一輪 所以呢,如果你重開遊戲的話 你要點到這個畫面才行喔 那我們開始囉 首先 是我們的正常的進化的方式 所以我們先 先從這裡開始好了 準備囉 3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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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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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0隻左右 這有點離譜欸 單顆蛋進化的CP值就變得高上很多欸 這樣子呢 你在短時間內 充經驗也可以充得更多更多 天啊這個網路導演是真的欸 酷 這是我的最後一隻波波囉 我們再重新反覆的測試幾次 看看能不能夠更壞 差不多落在12秒到13秒之間 原本比之前的23秒到24秒之間 跨了整整10秒鐘 10秒鐘欸 這樣子的效率等於等於跨了40%左右 很嚇人欸 超級嚇人的 所以呢 如果你要玩波波馬拉松 在30分鐘內用幸運蛋快速的 提升你的經驗值的話 這種方式 這一種小技巧對你來說 一定會非常非常有用 Alright 今天的Pokemon Go差不多到這裡囉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Pokemon Go 有沒有幫你解惑一些網路上的謠言呢 我覺得進化那個其實挺酷的 一個很有用的很實際的小技巧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Pokemon Go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點一個大大的喜歡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一處最新的Pokemon Go 我就會即興到你的心箱裡面 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See you guys 掰掰 網路上的留言是這樣子的 當我們把寶貝球丟出去的時候 沒有丟到Pokemon 我們可以用我們的手指 把它給點回來 這樣子 我們就不會損失這顆Pokemon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試試看囉 喔 受不到了 Yeah 不要不要不要 跑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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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 喔 呀 Bug啊 好不容易冒出來的耶 耶 耶